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 任期内最遗憾的是房地产政策 本应更早进行大规模供给 文在寅还就中战宣言表示 韩美虽然已完成文案调整工作 但任期内或难以实现 文在寅在任期还剩三个月之际 接受了世界七大通讯社的联合书面采访 文在寅表示 房地产问题是任期内最沉重的负担 本应更早进行住房大规模供给 不过文在寅也表示 最近供给的扩大使房地产市场迎来了拐点 将努力确保不把房地产问题留给下届政府 文在寅就中战宣言表示 韩美已就向北韩提出的中战宣言文案达成了一致 不过任期内实现宣言存在难度 要看下届政府的作用 文在寅表示 韩国的国力和国家地位 在危机之中仍然得到了大幅提高 希望这部分成绩能够获得肯定 文在寅还强调 无论下届政府的党派如何 都应延续韩国版新政 碳中和 韩半岛和平政策 文在寅重申了卸任后不参政的意愿 不过对于会否担任对北特使 文在寅表示 将届时决定 本年发生了解决赛 表情中语